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阿东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 因此只要阿东有开发出新的产品品项 都会请我帮他做测试 这次的主角是湿木鱼薯条 很恭喜阿东做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口感 在起家湿木鱼里面有很多相关产品 有黑轮片、黑轮条、湿木鱼薯条 还有鲁鱼片等等等等 在我们的社团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阿东的产品都很快就会额满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开单的时候 要下单动作都要快 这次我为大家做的示范料理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一台小烤箱 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不是所有的料理都需要用很贵的锅子 或者是很贵的烤箱 很贵的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 一台小烤箱也一样可以出大菜 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黑轮片与薯条 我都有先退冰之后 再放进去烤箱里面 唯一的要记住的就是 你把它烤到膨胀 香气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整个烤完之后 它会融出一些油嘛 我就接下来烤鲁鱼片 鲁鱼片可以用烤的哦 但是我有先在它的鱼皮上面 抹上一层橄榄油 再撒上海盐 因为这样会让那个鱼皮脆脆的 跟QQ的 这是主要的秘诀 一个人吃饭或两个人吃饭 用这样一台小烤箱 就可以变化出这样漂亮的菜色 我觉得其实很棒哦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然后这个鱼薯条的口感 它就是外脆内软 然后你在咬起来的时候 是Q的 所以我觉得阿东真的很棒 他真的做出 他心目中想要的那一个口感 我们看到的这鱼鱼片 我也一样是用小烤箱来烤 我最当初原始的一个想法是 我想要让大家能够在家里 很轻松的就可以上菜 很轻松的做自己的晚餐 你才有可能天天做 常常做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在教料理 我都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教大家创造出最美味的食物 这是我们看到阿东在今年度参加的 北门区师母鱼美味选拔赛冠军哦 所以我们大家都吃到很好的食材 所以也要感谢我们生产者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